我们敬礼传承祖师 敬礼 了名和尚 敬礼 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 十六世大宝花王 喀玛巴 敬礼 图灯达尔寺与上师 我们敬礼 弹诚三宝 佛 法 生 敬礼 敬礼 惊天附魔的祖尊 独雄 马哈巴勒 大力金刚 师母 丹真甲措 徒登师弟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盟 还有网路上的同盟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尼尾 打开我 心臓 感恩 愛してる シャラゲ オラアミコ ケケロムチョ スコイイ イチバ 気持ちいい チュミ ヤピ プリンプリン こんにちは 現在通知大家 下禮拜天3月5号 下午3点PM 我们做孔雀冥王护摩法会 大家知道这个孔雀冥王 他头顶的 头上所带的官 是必读哲纳佛的官 他有 释迦摩尼佛 本身的 直接的 力量在里面 另外 他是阿弥陀佛 本身的变化身 而三佛在里面 就是 毕鲁真阿佛 有 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有三个佛 的力量 在孔雀冥王身上 没有促销就是报销 这三个佛的力量 孔雀冥王都有 他的力量很大 这一尊呢 是在 护法当中 也是非常 很有power的一尊 那今天做大力金刚 的护魔 这个大力金刚 是显现的很有威力 显现的很有威力 显现的很有威力 那么他 他也告诉我 这一次的护魔 是祖尊的真实将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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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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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下十五分钟 这表示啊 大力金刚 他来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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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索印呢 一半是我自己比的 一半是大力金刚 本身比的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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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参与的 跟足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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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所有的功德主 都很有福分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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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尊非常的特别 那么他今天呢 特别来 他是这样子讲的 今天 会给 所有来参加的同盟 受大力的祭 拍摄 拍摄 大力的祭 也就是他的 我们修行本身来讲 得到大力的祭的话 好像你要 所祈求的 就能够大力的完成 拍摄 拍摄 那没有来的 看看没有来的是谁 没有来的福分就比较少一点 他给大力的祭 让他们将来 会有很大的power 好不好 其实你跟大力金刚相应呢 你就能够得到很高很高的权威 拍摄 拍摄 就是 权力 跟威严 你就可以得到 权威 拍摄 谢谢 拍摄 这种大力金刚 在藏地 在藏地也很少人传 但是 是有人传 但很少人传 那今天呢 今天呢 这个 他成为我们这个 初步那是故的 主要的护法 这也是 一个音源 很大的音源 他今天呢 特别 很 很高兴 他特别来 总有一些奇迹给大家看 拍摄 先讲个笑话吧 这个小学生的作文题目 老师写的是 喝茶的好处 小明他就写了 喝茶的好处非常的多 我的阿公 时常去台北万华茶艺馆 喝茶 每天啊 精神幻花 笑容满面 老师的评语啊 就给他评 这一篇啊 哪去给你的阿嬷签字 万华茶艺馆 很有名 嗯 台湾人都知道 老婆把菜端上餐桌 对老公讲 这个菜啊 你要慢慢的摇 要细细的摇 老公问 为什么呢 老婆回答 这样你可以 仔细的 品味我的所欲 细摇 慢咽 也有助于消化 最重要的 还能顺便 帮我找出 我掉在锅里面的 滑甲 病人问医生 医生啊 我能够长命百岁吗 医生讲 你有没有常常喝酒 有没有make it up 有没有吃美食 另外你有没有熬夜的打麻将 或者熬夜的看手机 病人讲 我什么都不会 医生就问了 那你长命百岁要做什么 在一个婚礼的致辞上面 这个 儿子的母亲 也就是熙隆的 妈妈 致辞 一开头她就讲 我不喜欢这个媳妇 前场的宾客 哗然 气氛凝重 这个母亲在讲 我儿子从小 我教导她 穿衣服 穿裤子 没想到到最后呢 被这位媳妇 给她脱掉了 好了 我们进入主题 台湾的莲花前安问的 师尊佛安 中委会曾经发布法务通告说明 五路财神乃是五方的地神 和土地公一样 和土地公一样 因为地神 又无形象 心众 种子制 故不适合做密教的护谋 以法会的主尊 但是师尊 他又讲 但是师尊曾经在巡视台湾各个分堂时 开释了 开释了真佛中 特有的五路财神 即是中路财神 是王母娘娘 要是金母 东路的财神 是菜轮 南路的财神 南路的财神 是邓通 西路的财神 是义公五帝 北路的财神 是日光同子 真佛中 具有的五路财神 既是上古高龄的化身 便非普通的五方地神 又其有形象 有主尊心中 例如 你要吃金母 具有种子 又有种子制 所以请问师尊 一 是否可以 中路财神 王母娘娘 要吃金母的心咒 种子日 作为真佛中 五路财神 的心咒 及种子日 有形象 有心咒 有种子日 也可以金母 入我我入 是否可以 勇喜 将真佛中的 五路财神 作为法会的主尊 或附谋的主尊 他的问题跟众委会所公告的 刚好是 这个 一个 一个是讲说不可以 他只是一般的五方地神 一个讲 五路财神 是 中路财神 是摇出金母 东路财神是菜轮 南路财神是邓通 西路财神是 义公五帝 北路财神是日光童子 这请中委会作答 中文会代表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师君好 关于五路财神 在以前 我们知道这个 师君的开示 以前是讲说 这个只是一般的地神 那在 师君以前也曾经在 所以 在上面开示是说 道教的 初天道教及印度教的神 都可以做护魔主尊 但是除了 人往土地公 五路财神除外 所以当时是依照 师尊当时的教室呢 我们发了这个通告 至于说在 台湾师尊有另外讲 五路财神的这个 这个法 这个我们就没有 特别注意到 抱歉 好 我推给中委会 中委会又把皮球踢给我 哈哈哈哈 哎,这个是真的很难讲 你知道密教也有五路财神吗 密教有五路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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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教也有 这个 红财神 黄财神 立财神 黑财神 黑财神 还有哪一路 白财神 白财神 齐龙白财神嘛 那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密教的五个财神 都可以做父母的 密教本身来讲 就有五个颜色的财神 啊 啊 这里面南路财神邓通 谁知道 邓通是什么 忽如邓通 他本身就是非常有钱的 邓通 大家读历史的 这一次稍微研究一下 邓通是什么 蔡伦是做什么 所以没错 没错 蔡伦就是造旨 蔡伦是造旨 邓通 钱本身 就是他本身 发明出来的 这个西路财神 义公武帝 是什么神 难道是那个赵光明吗 武财神 赵光明 赵光明 赵光明是在轰神榜里面 他是差一点成仙的人 差一点点 被江子牙轰神 被江子牙轰为武财神 他是差一点点他就成仙 那时候他的师父叫他在轰神这一段期间 你千万不要下山 只在山洞里面好好的送 这个黄庭经 修身 修身 养器 就可以 千万不要出去 到最后 他因为 他的妹妹来求他 他才出去 一出去 先就成不成 这 到家的这五路财神 都是有来历的 都是有来历的 这五路财神 你其实也可以做 附谋 如果是五方地神 五方五财神 五路五财神 五路五财神 那才不用做附谋 所以中委会本身所公布的是对的 你问的也是对的 师尊讲的也是对的 这一下子全部都对 所以你要分别 你是这样做密教的五财神 可以做附谋 你说做到家的五财神 可以做附谋 你如果做地方的五路财神 那不可以做附谋 不要做附谋 这其实 这其实 帝神 其实也是很重要 他扶持地方 我们台湾人有一句话讲 禅逃禅 脱底共 禅逃禅 脱底共 正逃禅 脱底共 庄头 庄尾 土地共 田这边也是土地共 田那边也是土地共 他是最接近人的 一个神 土地神 然后 我自己本身也有供奉 每天晚上 我还要念他的名字 所有的地神 其实我们在修法当中 也念他的名字 我们常常念 念那个 我们说 土地公 不要小看土地公 也不能小看 你小看他 你走路都会跌倒 你走过来 他无形的 他只要伸一只腿 在那里你就跌倒了 师尊连土地公也不敢得罪 每天还是要恭敬他 从上到下 通通都恭敬 这是回答台湾莲花前安的 你问得对 中委会也答得对 师尊也讲得对 昨天我讲这样子 很多人还是有点疑问 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多东西 那个昨天 维摩节机事 他跟我讲 你应该要讲出来 宝基菩萨问释迦牟尼佛 要问的是 菩萨的什么原因 他可以得到净土 可以庄严净土 菩萨以何原因 能够取到净土 这当中就已经讲出来了 这个是因地 因地 所谓因地 就是分别制 分别的智慧 所谓果地 就是根本制 所以你必须要讲清楚 释迦牟尼佛现在所讲的 就是菩萨 为什么修行 会有菩萨的净土 要讲出来 是因地如何修行 才会有菩萨净土 这个是讲的是因地 如果在根本制上 不是这样子讲的 在根本制上 根本制 所以昨天晚上所讲的 是属于分别制 分别制 大家要了解 什么是因地 什么是果地 这个菩萨 以什么原因 他修成了菩萨的净土 这是属于因地 菩萨在因地 修行的时候 像释迦牟尼佛的 本身经里面所讲的 他有五百事 是因地菩萨 他做了什么事情 最后才会 起得到活度 成佛 什么原因 他能够成佛 这个都是在因地里面 所讲的 所以才有很多的分别 如果在果地上讲 那根本 连取舍 什么都没有 这里也 再讲下去 就是跟大家讲 释迦牟尼佛用一个比喻 来比照 是因地 而不是果地 因地 比如有人 遇在空地 照例公事 谁亦无碍 有人呢 想在这个土地上 建一道房子 建一个房子就好了 不要说建一个房工 他会成功 因为有这个土地 所以他可以盖起来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你有土地嘛 你想盖一个房子 那你就申请 跟政府申请 你就可以盖一个房子 起来 那你就得到你这个房子 菩萨也是一样 因为有土地 这个原因 所以他可以盖出 他的自己本身的净土 是这个原因 你如果没有土地 他再来就讲 若于虚空 终不能成 如果跟你讲 我想在这个 这个虚空盖一个房子 盖一个宫殿 在虚空之中 好像我们看到一斗云 我说我在那个云上面 盖个房子 盖个宫殿 让我自己住 在虚空中盖一个房子 让我自己住 因为没有土地啊 你怎么盖得成呢 你没有土地 这个阴 你如何盖成这个房子 释迦摩尼佛比喻 就是这样子 这个菩萨也是这个样子 他为了成就众生 故愿取佛国 愿取佛国者 非于空 也就是说 不可以离开沙婆世界 而起菩萨的净土 沙婆世界 就是土地 就是众生 你离开众生 而想得到菩萨的果位 不可能 不可能 释迦摩尼佛讲 菩萨在阴地里面 你必须要依靠着土地 才能够盖成房子 菩萨在沙婆世界 你如果没有帮助众生的这个因缘 你不可能成为菩萨 这样就听得懂我的意思了 你什么都没有做 你就想成为一个菩萨 那可能 那可能吗 不可能 所以释迦摩尼佛也要五百次 在沙婆世界 转世 再转世 转五百世 终于他成了佛 他是为什么成佛的 因为他有功德 这个土地 他才能够取得到佛土 是这个原因 所以你没有在沙婆世界 所以佛出世间 其实菩萨也是出世间 佛从这个世间产生出来 释迦摩尼佛 所有的菩萨 也是因为没有离开众生 他承认有事有这个众生 然后他尽力地去帮助这个众生 把自己的生命跟力量 全部都给了众生 这样子他才能够成就菩萨的果位 才能取得到菩萨的净土 他以众生作为他的地 他才能够盖成房子 这是释迦摩尼佛的比喻 这是因地 因 什么原因 他成为菩萨 是因为他帮助众生 才成为菩萨 所以菩萨的功德很大 菩萨的功德很大 我们当然在真谛里面是没有功德 在根本制里面是没有功德 但在分别制里面是有功德 所以佛也常常这样讲 这个所谓功德 就是没有功德 因为没有功德 才是功德 那金刚经里面多的是这些话 金刚经是根本制 根本制 一切都无 一切都空 但是在沙婆世界 你的因地里面 必须不能够否认 有沙婆世界 有众生 因为你心中不做功德想 但是你累积了很多无形的功德 你就成为菩萨 所以这一段 必如有人欲移空地 造立功势 随意无碍 你在有这个地 你就可以盖房子 你如果没有地 想在虚空中盖房子 终不能成 你看我们沙婆世界 谁能够在虚空中盖房子 没有啊 现在科学发达 大家拼命打人造卫星 整个空中都是人造卫星 整个虚空中全部都是人造卫星 好多人造卫星在那边跑来跑去 但是也是破坏了整个宇宙的次序 真的是破坏了整个宇宙的次序 他这里又再继续再讲 宝鸡啊 释迦牟尼佛讲话就这样子 他对某一个人的问题 他都回答的时候 这个连生啊 连生上师啊 他就讲 连生上师问的问题 连生啊 他就经常都会念他的名字 宝鸡啊 当之啊 执星是菩萨的净土啊 菩萨成佛时 不愿众生来生其果 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 执星是什么意思 重点是在执星 我这个人 跟人家说法不太一样 所谓执星 我讲的 这个心里面 没有妄恋 没有妄恋 就是执星 你没有妄恋 就是执星 我讲的 没有妄恋 就是执星 一般人说法 是这样 不取不舍 不饮不拒 不取不舍 不饮不拒 就是执星 这个就很难解释了 你不取不舍 不饮不拒 其实 他们有他的意思 在里面 菩萨 能够成为菩萨的净土 是执星 但是他成佛的时候 他也没有把沙婆世界 给他舍弃 也就是没有舍弃 也就是没有舍弃众生 没有舍弃众生 但是对众生呢 应该是 不取不舍 不取不舍 这个就比较难解释 这一段 执星 我知道菩萨 要成为菩萨 你禅宗有一句话 叫母执器 你执执地走 你执执地走 不要走到歪路上 叫做母执器 你就执执地走 你就可以成就菩萨 成就净土 执执地走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不能有妄念 不能在旁边停留 不要走到歪路上面了 执星就是 你不要走到歪路上面 你走在中间 执执地走 不走右边 不走左边 就走中间 你走到歪路上 那你就耽误你自己本身的行程 你执星 执执地走 没有妄想 就是执星 还有很多 这里面所讲的很多 这个释迦牟尼佛 把所有东西都讲出来 你要成为一个菩萨 第一个 第一个你要执星 不要走到歪路上 你执执地走 不要有妄念 身心是菩萨净土 什么是身心呢 你能够慢慢地从眼、耳、鼻、舌、身、翼 到翼根 然后到阿赖亚 从阿赖亚 又到无寇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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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静 没有无寇 没有无寇 这个就是身心 眼、耳、鼻、舌、身、翼根、阿赖亚 无寇 你到了没有无寇 你的身心没有无寇 这是身心 就是菩萨的净土 就是菩萨了 你没有无寇啊 你完全清静了 你为什么会清静呢 因为由众生这里 你得到了清静 所以你也不能够离开众生 你为什么会清静呢 因为你由众生这边的磨练 你就变成清静了 所以你也不能够离开沙坡世界 菩萨 如果在沙坡世界 一点功德都没有 对人一点功德都没有 他怎么能够成为菩萨呢 一定他有布施的功德 才施、法施、无畏施 很多的布施的 帮助众生都是布施的 所以这个道理 身心是菩萨净土 菩萨成佛时 祭祖功德 你看祭祖的功德 祭祖的众生的功德 然后他就得到了净土 跟菩萨的果位 菩萨会不会退转啊 有的人出发心菩萨 然后他会不会退转 会啊 怎么不会退转 所以我常常讲呢 你菩萨一直一个一个正 一个一个进步 一个一个进 进到第八地的时候啊 得到无声法忍 你终于证明了 无声法忍的时候 那时候就不退地了 因为如果有我在 我在做功德 那就不是菩萨 因为有我 都是属于世间的 世间的取舍 沙佛世界的众生 有取舍好坏善恶 这些念头 这是众生的念头 真正的菩萨没有 他从这当中 他去守戒 等一下会讲 后来都会讲 他有好多方法 去成就菩萨 好多修行的方法 去成就菩萨 但是你在成就菩萨的时候 你不能用功德想 因为如果这个就是 我好的功德 我做的功德 那你就是凡夫俗子 才有这种念头啊 真正的菩萨 便没有把这个功德 看在眼中 但是他其实是在做功德 但是他没有把功德 实实拿起来 我做了好多善事 没有这回事的 所以你只是 你如果是在做布施 你不过是沙婆世界的善人 而虽然是人间菩萨 但是你只要不做功德想 也就是说 我没有什么功德 但其实你做了很多功德 但其实你做了很多功德 这个才是真正的 无取无舍 不隐者 不 Bry 不惧 不 języ不惧 不聚 不惧的 不惧 另外呢 这个还有这个 言其所言 因为因言 你去做了这些事情 这个言也是没有的 不能够始终有这种因言 因言是属于世间法 不是初世间法 真正的菩萨不退 是属于好像初世间法 初世间法的 菩萨成佛的时候 他是记住了很多众生的功德 他得到了菩萨的果位 而且把众生也都变成菩萨 他是这样 这句话的意思 身心是菩萨净土 因为你已经得到清净心 在你的清净心里面 是没有什么叫做善恶的 没有什么好坏的 没有什么是欢喜 没有什么厌恶的 所以我曾经有这个心理 我们西雅图那样是开放 很多人都来吃饭 很多人来吃饭 我在书里面有写过 其中有一位 把养他的父亲都赶走了 打了自己养他的父亲 又很多很多时 我觉得他每三餐都包在西雅图雷藏室 我们西雅图雷藏室怎么可以养这种人 把父亲都打了 又把他赶出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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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生女的父亲 打架 他的祖父是村长 然后呢 这个祖父呢 派这个村庄的人把那边的人打了 而且打死 把他活埋了 活埋了以后 这些人为了报 这个灵魂为了报复 就身为他的孙子的 儿子跟女儿 所以他出生的时候 就等于是说 要来灭他的父母的 所以他会打他的父母 有这个原因存在 所以我也就 因为了解了这个因缘果报 因果的关系存在 所以我也就 不应该 像我这样子 不应该 对某个人 我们欢迎他 到西雅图雷藏寺的餐厅来吃饭 对这个人 我就不 觉得说 这个人打了父亲 又把他赶出家门 这个好吗 其实是有因果的 了解了这个以后 当一个菩萨 不能够心存 喜欢跟厌恶 这两条路 你都不能够有的 不能够有这两条路 喜欢跟厌恶都不可以有 所以我当初 写那五本鬼书 五本鬼书 写了以后 现在的境界 跟以前的境界 又不一样 又不同 不能够厌恶 这个人 不可以厌恶 不可以喜欢某一个人 厌恶某一个人 不可以有 菩萨不能有取舍 要一视同仁 因为他们都有佛性 只要他们能够走回来 那都是很好的事情 今天他会走到那个路 也许有他的因缘 因缘存在 事实上也是因缘 所以以后 我自己本身写书就要很谨慎 不能有喜好跟厌恶 不可以有 对众生都是平等 我的心是这样子 所以 佛对宝基讲 执心是菩萨净土 身心也是菩萨净土 这两个加起来是什么呢 就是菩萨心呢 身心跟执心 两个加起来 就是菩萨心 所以菩萨是花菩提心的 都是平等的 不管你是善的 恶的 好的 坏的 对的 错的 那不过是在沙婆世界上 所演的戏 因缘果报的 这种游戏 你真正能够得到菩萨的 你就没有什么好的 坏的 喜的 喜欢的 厌恶的 善的 跟恶的 这一种心 就不会有了 真正的菩萨是这样子的 所以大家要修成菩萨 要记住了 师尊所讲的话 是这样子 才是真正的菩萨 你看这里所讲的 菩提心 是菩萨的净土 第三个 福斯加莫尼佛讲 菩提心是菩萨的净土 菩萨成佛时 大胜众生来生其果 菩萨是菩萨是菩萨的净土 菩萨成佛的时候 一切能舍众生 来生其果 什么是舍 就是平等的对待众生 平等的来对待众生 这一点很重要 能舍众生 就是说平等的对待众生 多来生 多来生 多来生他的净土 菩提心 就是执心 跟身心 加起来 就是菩提心 那么 他 菩萨为什么会成佛呢 因为有菩提心 为什么是菩提心 因为他不失 他不失 不失众生 今天我们如果说饥荒 我们不失众生 那些饥饿的众生都来讨饭 我们不分别 你可以来讨饭 我可以布施放给你 这个人不好 这个人坏人 我就不喜欢布施给他 那不是菩萨 不管是好的坏的 不管是善的恶的 你都要布施 这就是舍 一切能舍 菩萨是一切能舍 没有不能舍的 没有不能舍的 甚至你的生命都可以舍 释迦牟尼佛在行 五百事的菩萨的时候 他是舍掉生命的 舍身喂辅 你看嘛 老虎肚子饿了 你还舍身让他吃 这有没有搞错 跑都来不及 老虎追过来 我们赶快爬树 逃 他不是 老虎肚子饿了 舍身喂老虎 割肉喂阴 老阴饿了 他把自己的肉割下来丢给老阴吃 这个就是舍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五百事的修行当中 很多舍的例子 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不能够一毛不拔 我们不能够一毛不拔 你那释迦牟尼佛都可以舍 你就一毛不拔 那释迦牟尼佛 那就不对了 其实 众生都是平等 这个 对一切众生 您能够平等舍 所以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真的是年少轻狂 年少轻狂 还写着这个 尼菩萨的佛气 还写着金刚怒目击 那都是年轻的时候写的啦 对哪一个事情看不平 就是那时候就是那个 华山论剑 华山论剑啦 就是要跟人家拼 我要跟你比 比看看谁的功力高 要跟你比 你哪一点不对 我就把你 针酒 把你 针酒 把你倒针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真的像金刚怒目击 写的正气 丙丙 其实也是不对的 尼菩萨的火气 也是不对的 写这个鬼伯 也是不对的 人家有人家的因缘嘛 人家有人家的因缘 平等视众生嘛 总有一天他会醒悟过来嘛 这个应该是 所以不能够有那个厌 也不能够生气 要平等对待 所有的 不管怎么样的众生 都要平等对此 你看这个 天主叫做圣托里萨 哇 他很伟大的 他讲了一句话 我很钦佩 就算有天国 有天堂 我也不拒 我要跟处在黑暗的痛苦众生在一起 圣托里萨讲这种话 有天堂 我不拒 我要跟最痛苦的众生在一起 我要去帮助他们 去救助他们 这是天主教的圣托里萨修女所讲的话 这跟地藏王菩萨的精神是一样 我们地藏王菩萨 佛教地藏王菩萨的精神是一样 这都是 真的是很超级的圣人 才讲这种话 还要在沙坡世界 所以真正的菩萨 是在死 不舍弃沙坡世界 甚至于现在 有人提倡人间净土 人间净土 他就希望把这个沙坡世界 变成一个菩萨的净土 当然我们想想很难 难是不错 但是你还是人间菩萨 像圣托里萨一样 他就是人间菩萨 人间菩萨 他要处在最黑暗 最痛苦的地方 去帮助他们 所以才能够称圣 圣托里萨是这样子的 所以佛险说法 是真的 菩萨心是菩萨的净土 菩萨成火的时候 大胜的众生来生起国 所有的众生他都度 通通都布施 布施就是菩萨的净土 菩萨成火的时候 一切能舍 众生来生起国 这个意思就是这里 老夫妻吵架 老先生很生气的讲 一辈子牢牢叨叨 你的牧名字 我已经想好了 老太太讲 你想写什么 老先生讲 我写 牢刀不停 终以闭嘴 老太太讲 你才会找死呢 我也给你一个 想好一个牧名字 老先生问 你要写什么 老太太讲 我写 软弱多时 至今才印起来 好啦 恩返爷 祢 мер ihnen 谢谢大家